现在不少人外出都会选择骑单车代步 台北市建制的微校单车 光是去年就有3000万人次使用 不过北市议员徐立信接到民众投诉 近来频频出现单车歧视危险形势 让人捏把冷汗 由于现在单车没有车牌 如果围停的话找不到车主 违规也不容易罚到当事人 除非警方当场取缔 根据北市警方统计资料 从2017年到2020年 北市自行车交通事故 从2336件攀升到2644件 伤亡人数也从1581件提高到1952件 而且这4年来共造成22人死亡 徐立信建议政府应该要立法 强制单车悬挂车牌 很多民众都在反映说 有些假车他直接骑上公园 或是直接骑上人行上 没有依照原来规划的路检给他行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把这个车体也纳入管理的话 是走在正确的一个进步管理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假设有疑似有被破坏有什么 你才有一个查记的遗迹 北市府交通局表示 的确发现单车有违规跟违停问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也曾指示单车要纳管 目前北市府初步构想是推动车身号码制度 透过车号登机系统追踪到车主 进而采取管理措施 不过单车是否纳入车辆监力 全则是在中央 因此北市交通局有行文给中央 但目前仍没有得到中央回应 为了加强管理 我们是建议说 交通局能够针对 道路交通局处罚条例的条文 能够授权 地方政府应地制于 针对自行车的登记 能够授权地方去做一个相关的管理规范 后续的话 民众只要说 这个自行车来做一个实行登陆之后 也可以去确保 这个自行车持有者的权益 也可以改善自行车失窃 或者是一个违规停放的一个乱象 所以这部分的话 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目标 那希望可以去订定一个 相关的一个办法